宣读圣经 职场行 宣读圣经 解析职场 践行工作神学 活出职场使命 欢迎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在这个系列的每一集节目中 我们首先会以诗篇作为开场祷告 接下来分享圣经中的一个章节 再讨论这段经文对于工作 工作者和职场的意义 鼓励您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您从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现在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聆听诗篇 诗篇第二诗篇 大卫的诗教育灵长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映云你 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西安兼顾你 纪念你的一切贡献 愿拿你的繁迹 将你心所愿地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愁算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 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荆棋 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现在我知道 耶和华救护他的寿高者 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扑倒 我们却起来 立得正直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王应允我们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经文 《创世纪》第25章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 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 约山 米旦 米殿 伊士巴和舒亚 约山生了士巴和底旦 底旦的子孙是亚书立族 立都士族和立乌米族 米殿的儿子是 以法 以福 哈诺 雅比大 和以勒大 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 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物 分给他述出的种子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 他的儿子以撒 往东方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 是一百七十五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 以撒 以什玛利 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在曼利前 赫人所辖的儿子 以弗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贺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 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 撒拉的使女 埃及人夏甲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是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儿子们的名字 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又有基达 雅德别 米比山 米什玛 杜玛 马萨 哈大 提玛 伊图 拿菲师 基迪玛 这是以什玛利种子的名字 照着他们的村庄 迎债 做了十二族的族长 以什玛利享受一百三十七岁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 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 正在亚树的道上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 正四十岁 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帝的亚兰人 比土利的女儿 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他就说 若是这样 我为什么活着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比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产的日子到了 腹中果然是双子 仙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 如同皮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姨嫂 随后又生了姨嫂的兄弟 手抓住姨嫂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萨年正六十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嫂善于打猎 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帐篷里 以萨爱以嫂 因为常吃她的野味 利百加却爱雅各 有一天 雅各熬汤 以嫂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以嫂对雅各说 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因此 以嫂又叫以东 雅各说 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 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你今日对我起事吧 以嫂就对她起了事 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嫂 以嫂吃了喝了 便起来走了 这就是以嫂轻看了她长子的名分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到菲利士人的王 雅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既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 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 和我的命令 律利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 那是我的妹子 原来他怕说 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想 恐怕这地方的人 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 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有一天 菲利士人的王雅比米勒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见以撒和他的妻子 利百家戏完 雅比米勒召了以撒来 对他说 他实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说 他是你的妹子 我心里想 恐怕我因他而死 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民众 陷陷有人和你的妻同情 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 雅比米勒 小玉众民说 凡沾着这个人 或是他妻子的 定要把他制死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盛 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 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菲利士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 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 所挖的井 菲利士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 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 支大帐篷 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 亚伯拉罕在世之日 所挖的水井 因菲利士人 在亚伯拉罕死后 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仍照他父亲所叫的 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 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 与以撒的牧人争进 这水是我们的 以撒就给那井 起名叫埃瑟 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争进 因此 以撒给这井 起名叫西提拿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争进了 他就给那井 起名叫利和伯 他说 耶和华现在 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 上别是巴去 当夜 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你父亲 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要为我仆人 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 竹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 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雅比米勒 同他的朋友雅护萨 和他的军长菲格 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 打发我走了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我们明明地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 便说 不如我们两下 彼此启示 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 正如我们未曾害你 一味地厚待你 并且打发你 平平安安地走 你是蒙耶和华 赐福的了 以撒就为他们 设摆言习 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 彼此启示 以撒打发他们走 他们就平平安安地 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 以撒的仆人来 将挖井的事告诉他 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 世巴 因此那城叫做别世巴 直到今日 以扫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 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八十抹为妻 他们尝使以撒和利百加心理愁烦 现在 让我们安静片刻 默想刚刚所读的经文 雅各 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 到四十九章三十三节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名字 经常同时出现 因为他们都从神 领受了圣约的应许 同有一个信仰 不过呢 雅各却跟他祖父 亚伯拉罕大为不同 雅各生性狡猾 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候 都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过火 他对冲突 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他充满着斗志 想要什么 就去抓取什么 这样的生活 很艰苦 最终带领他走到人生的转折点 那就是 跟一个神秘人物摔跤 对雅各来说 他与神面对面相遇了 在他软弱的时候 他凭信心呼求神的祝福 因而在恩典之中被改变了 雅各作为牧羊人的职业生涯 对工作神学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 他从与人疏离 到与人和解的人生背景 这一职业生涯的意义 更加突出 我们已经看到 亚伯拉罕的工作 不能跟他的人生目的脱离关系 他的人生目的 就是从他与神的关系中 衍生出来的 雅各也是一样 而且这功课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 雅各骗取以扫的长子继承权及祝福 虽然神的计划是要让雅各继承以撒 但利百家和雅各用欺骗和偷窃的方式取得祝福 让整个家庭陷入危机 为了保障自己的未来 他们用不道德的方式对待丈夫和哥哥 而不是信靠神 导致家族深陷长期的隔阂之中 神的圣约祝福是礼物 只能领受 不能自行抓取 这祝福带来责任 领受者要与别人分享这祝福 不能够私藏独享 雅各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 雅各跟他哥哥以扫不同的是 他对神是有信心的 但他依然试图依靠自己的能力 去取得他重视的权利 他利用以扫肚子饿的机会 怂恿哥哥卖掉长子继承权 雅各重视长子继承权是好的 但是通过如此不信的方式 为自己谋取继承权 却是不对的 当母亲利百家尝试用错误的方式 做正确的事情时 他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欺骗了他的父亲 那之后多年的逃亡生活 证明这行为极不可取 雅各一直相信神的圣约应许 但他没有活出信靠神的生活 成熟 敬虔的人 会让信仰左右自己的选择 这样的人服侍神 才有能力 勇敢又精明的决定 如果带来成功 其果效或许值得称赞 但若利润是来自于剥削和欺骗 那就有问题了 不道德的手段本身就是错误的 同时也表明实行者心存恐惧 雅各固执地要为自己抓取利益 显明恐惧使他无法被神的恩典所改变 若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就不太会去操控环境 以谋取好处 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们很容易自我欺骗 以为自己的动机是纯洁的 感谢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鼓励你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宣读圣经是在集体中 规律聆听整本圣经的属灵操练 读完整本圣经只需100个小时 建议你除个人灵修之外 每周与同伴操练宣读圣经 坚持一年便可读一到两遍旧约 两到三遍新约和诗篇 欢迎下载戏剧圣经APP 收听整本圣经内容 或下载环球传播APP 收看节目 本节目由宣读圣经 工作神学 职场使命 与新加坡环球传播联合制作